7月6号一个小男孩在故宫小便的事件引发了网友热议 故宫官方的回应也来了 这件事他们将高度重视 事件正在调查中 官方高度重视的这个回复一下子让网友炸锅 有网友说官方做的对 这是对故宫的亵渎 这是对文物的冲击 也有人翻出来救账 说之前有人把大忌开到故宫都没人管 一个不满五周岁的小男孩撒着童子尿 就能冲走文化历史 网友表示太小题大做了 其实这件事怎么说呢 从视频中大家就能看到 这个小孩他其实不满五周岁 那一个不满五岁的孩子 妈妈带他去上厕所 那只能带到女厕所 一旦带到女厕所 一定会引发很多女性的不满 现在这么一体这么发达 如果被哪个女性随便拍个视频发到网上 那很有可能遭到网报 也有网友说了 你手里拿个瓶子 你不会用瓶子给他接一下吗 这一点确实这位妈妈做的有点不妥 我估计这位妈妈那会可能忘了 再加上天气比较热 孩子需要大量的饮水 孩子他和大人不一样 他渴了他走都不走 去过故宫的都知道 这个故宫的水是贵得要死 说到这里有些键盘下又要说了 那孩子渴了那多贵都得买 那是你这样的家庭 对于普通家庭来说 一瓶矿泉水一块钱 或者两块钱 它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一瓶矿泉水卖到五块六块八块 它是有一点舍不得的 放这些键盘就有进行 我们下兩块银泉水卖到五块银泉水卖到